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9日 星期二 快到了聖誕節 又快一年過了 首先是嚴正聲明 希望大家今年都不會被人騙過 有懷疑的請打18222 我個人並沒有任何Telegram、WhatsApp和Facebook的專頁 如果有的話 都應該在騙徒做 北水都是日出日入 昨天是入了很多 今天應該又會再出來了 昨天跌了都入 如果今天跌了他們都入的話 即是他們在這裏鬧底 大家需要去留意一下 再其次 就是今天的板塊 板塊只有五個板塊是上升的 第一是零售 第二是資訊器材 第三是煤炭 煤炭已經連續一、兩、三、四天都排在前五 所以這些煤炭股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石油天然氣是因為紅海的寒度受影響 所以就上升了 工商業服務其實都是比較細的東西 零售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都是很韌珠的價格 都不夠一元 零售 不夠一元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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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在這裏上升 其實意義不太大 接著是資訊科技的 有些都是鎮豬的股票 在一元之下 升得多些 高位電子比較大隻的 這一兩天都是升得比較好的 再接著就有煤炭股 煤炭股之前 藍窩壁 蒙古能源 染抗能源 這些都是屬於這個 升幅比較好的 例如蒙古能源 或者藍窩壁 它已經最近升得差不多超過有十幾二十百分 再其次 有些工商及專業服務聯隊 大家看看價錢 都是十分之低的 所以這些東西的升 升跌 其實根本不是真的太好 那如果你看到這些版派都升的價格 其實這個市場的力度是十分之差的 石油方面 我們除了山東麥龍比較大隻之外 其他都是不夠一元雞 所以它升上來 這個不是真真正正 是代表石油及天環方面是好 好了 那我們再跟著看看 我們就會是 旗子 旗子方面今天也是跌 那跌的時期呢 我們需要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怎樣呢 就是它這裏 守不守得住165 如果它守到165的話 基本上都是可以再看上去的 跌穿165 十分之不幸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165這個水平這裏 比較有機會可以守得到的 所以我對後視是比較樂觀少少 在旗子之前 就是一樣要講個別板塊 是個別股票 美團被人沽得很慘的 盈副基金也有沽 騰訊就有升少少 其他很多ATM股都是跌的 但是小米呢 今天呢 只是有上升 那再次呢 我們看看 這個 今天可以留意的 是萬洲國際 萬洲國際 為什麼可以留意它呢 不是說的 那麽 還是有下降 那些不論是 有空會 那麽 那麽 你讓我看 那麽 那麽 但是 這麽 是 這麽 是 那麽 是 那麽 那麽 是 這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